这期视频来讲一下 转发分享给别人的文件 是如何泄露我们个人隐私信息的 那这一张呢 是我用手机拍的照片 旁边的两张 是我将照片打开之后 分别在我的两台显示器上面 进行截图 并保存下来的文件 然后呢 将三张照片制作成一个markdown文件 制作成markdown文件之后 把它导出并生成一份PDF 生成PDF之后 我们自己去检查 发现里面并没有敏感的个人信息 接下来我们就会把这个文件 分享给别人 看似一切正常且安全的操作 但是你却不知 已经泄露了你的GPS位置 操作系统的版本 拍照用的手机型号 以及你正在使用的显示器型号 等诸多隐私信息 造成这种隐私泄露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看不到也从来不会关注到的文件原数据 那到底什么是文件的原数据 我们接下来进行演示 我们打开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可以查看任何图片中隐藏的原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这张图片是我用手机拍的照片 下面两张图片呢 是我分别进行截图 那手机拍的照片 它都可以泄露哪些个人信息呢 首先照片的作者信息 以及我们正在使用手机的哪个品牌 和它对应的型号 拍照时候 光圈设置的参数信息 这些都在图片里面有所保留 而最为敏感的信息 是这张图片在拍照的时候 也自动保留了我拍照时候的GPS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是我拍照时的纬度和精度 通过图片自带的精纬度 打开地图 可以推断出这张照片 是我正在使用华佩手机 在新加坡的滨海湾金沙附近进行的拍照 我们再看一下两张截图信息 这个图片是我在电脑的一个显示器进行的截图 而这张图片 是我在电脑的另一个显示器进行的截图 那在它的原数据信息上面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使用不同的截图软件 那这里面内嵌的信息可能有所不同 所以你要检查一下 你正在使用的截图工具保留图片的时候 是否含有敏感信息 当前我使用的截图工具 只在用户注视这一块 写了一个很简单的信息 那我们这里留个悬念 在这个工具上面 这两张截图 只看到了一个用户注视信息 并没有看到其他的内容 那是否可以说明 这两张截图 就不再包含其他原数据敏感信息了吗 我们稍后会用更高级的工具 来查看 隐藏在更深层次的原数据信息 上面我们是使用工具 查看了三张图片 内部包含的敏感原数据信息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生成的PDF文件 会包括哪些个人信息呢 打开PDF文件之后 不同的软件显示文件的属性 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是用Mac文件 自在的预览工具打开PDF 那只需点击显示检查器按钮 就可以查看当前文件所在的信息 如果你是用其他文件工具打开的PDF 可以打开菜单文件 并点击文件属性 也是可以看到类似的信息 那这个PDF文件可以泄露哪些我们的个人信息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最直观的就已经把我们当前电脑的操作系统版本号 暴露了出来 同时呢 这个位置可能会显示你用什么样的工具 来生成这个PDF文件的 或者有可能会把你当前电脑的用户名称 直接在这里面显示 或者根据你所使用的软件不同 这里还可能保留其他你个人名称的敏感信息 对于你电脑信息版本的泄露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个信息并不敏感 但是如果这个信息被泄露了出来 但是工具者可以根据你当前操作系统的版本 找到它对应的漏洞 并将漏洞利用来对你的电脑进行渗透攻击 刚刚我们说过 两张截图貌似没有什么敏感的信息 那我们现在就从截图中 找到你正在使用的显示器型号 打开命团终端输入命令 首先我们来查看在外接显示器上截图的图片 会有哪些其他信息 执行命令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外接显示器截图 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的信息 我们往下面滑一下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发现已经暴露了显示器的型号 比如说我正在使用一台 惠普34寸的G4型号的显示器 同样如果我们去查看在另一台显示器上面截的图 这个位置也会暴露出你那一台显示器的型号 好 上面演示了文件图片 都可能泄露了哪些敏感的原数据信息 那我们该如何防护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路有两点 第一点 就是可以先把所有要制作使用的图片 其中包含的敏感原数据把它删除 删除之后 再使用没有敏感原数据的图片来制作PDF 随后再将PDF中所包含的文件的敏感原数据 再把它删除 分别将图片的原数据删除 再将PDF文件的原数据删除 又过于麻烦 那我们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直接将生成的PDF文件 以及PDF文件中图片的原数据信息全部删除 而且保证不可逆向恢复呢 那这里面要强调一下什么叫做不可以逆向恢复 市面上绝大多数删除PDF原数据的工具 都只是将PDF的原数据信息进行隐藏 并没有把它真正的去删除 这种隐藏的方法 其实是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把它进行逆向恢复的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分享的这个PDF 是不可以让他人进行逆向恢复的 那我们进行演示一下 如何将一份包含了图片 敏感原数据的PDF文件 完全删除所有的敏感原数据信息 打开命条终端 首先我们检查一下 我们生成的PDF文件 以及其内嵌图片的所有原数据信息有哪些 然后我们输入一条命令 这个文件是我们刚才生成并分享给其他人的PDF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包含的所有 内嵌明亮元数据信息 命令执行完之后 我们可以首先看到PDF文件当前所包含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往下查看 我们可以看到手机拍的图片 所包含的GPS位置 以及设备型号 这个位置显示了拍这张图片所使用的手机型号 以及厂家信息 这个位置显示了这张图片拍照时所在的GPS经纬度信息 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截屏时正在使用的外设显示器的型号信息 那我们翻到最后 可以看到这个PDF同时也显示了 我们制作这个PDF时正在使用的工具名称 以及操作系统的版本号 通过刚刚这个命令 我们可以查看一个PDF文档以及图片所包含的所有的原数据信息 这中间当然也包含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敏感个人信息 那接下来我们使用个命令 来删除上面PDF所包含的敏感原数据信息 并且生成一份完全匿名 去除任何原数据信息的新的PDF文档 以方便我们分享给别人 输入命令开始执行 命令执行之后 它会再一次显示新生成的PDF文档 所包含的所有的原数据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文档的基本的大小 以及生成修改的时间 其他的GPS位置 以及操作系统版本号 你所使用的手机设备型号 显示器的设备型号 都被完全的删除了 那新生成的PDF文件 就可以让我们非常安全且放心的分享给其他人 那这个文档呢 就是我们新生成的PDF文档 我们再一次验证一下 这个新生成的PDF文档 是否包含哪些敏感的原数据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敏感原数据信息都没有了 仅剩下PDF文档的一些基本信息 大家可以在评论中找到脚本的下载地址 接下来我们打开脚本 来一起讲解一下 里面到底做了哪些操作 打开这份脚本 我们为了要使用这份脚本 首先需要安装脚本所使用的三个工具 三个工具的安装地址都在这 可以根据你系统的版本 来选择对用的工具进行安装 大部分使用命令行 就可以完成工具的安装 安装之后我们输入这条命令 这个就是你需要处理的PDF原始文档 使用起来还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脚本是如何工作的 这个脚本的核心 其实是这三句话 第一条命令 主要是重新生成一份新的PDF文档 并且去除所有内嵌的原数据 比如说我们这份PDF文档 也包含了用手机拍的照片 也包含了截图的照片 那这些图片里面本身就有图片的原数据敏感信息 那我们的PDF文档所内嵌的图片 当然也包含图片的敏感原数据 所以这一条命令主要就是 是生成一个新的PDF文档 并且去除里面所有内嵌的原数据 第二条命令是移除PDF文件的所有原数据信息 那有的人可能会问 是否到这一步就OK了呢 当然不是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PDF文件的原数据 大部分操作都是进行原数据信息的隐藏 并没有完全删除 为了完全的删除 我们需要实行第三条命令 通过这条命令 我们就可以将PDF的原数据全部删除 而且真正的不可以逆向恢复 最终将过程中的所有临时文件全部删除 而且呢 在脚本的最后 将新生成的PDF文件 所有的原数据信息进行展示 文件或图片的原数据造成的匿名信息泄露 以及如何防护的方法 那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需要了解哪方面的内容 也请留言反馈 我们共同防护个人隐私安全